谢谢你啊 周妍 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 你们好 请问二位想吃点什么 等一下再点 请不要打扰我们 谢谢 好吧 前两天 你不是一直问我卖股份的是吗 这两天怎么不问啊 我 他们 他们 你他们一直这么看着我 还想骗我吗 我当然没有骗你了 周妍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那天给你打电话 就想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你 那些人真的不是我找的 真的是夜之丑逼我这么做的 真的是夜之丑逼我这么做的 我真的不想他 我没有办法 求你相信我吧 好 我多么希望相信你 谢谢 谢谢你 让我不再犹豫 不管怎么样 感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 让我走出了曾经的忙碌 也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 这个世界的残酷 让我真正认识到了 什么是爱 什么是怜悯 周妍 求求你 相信我 再相信我最后一次 我一直都相信你 相信你是迫不得已 可是就算我相信你 可是就算我相信你 然后呢 其实 从你跟我说分手那一天起 我就没有再喜欢过你 不管你 用何种方式欺骗我 我对你 始终只有怜悯和同情 是吗 因为 在我心里 爱的那一部分 已经比另外一个人占据了 这些年来 我犯了很多错误 最大的错误就是企图唤醒一个 丰废的 丰废的 如果我能早一点醒悟过来 也许这一切 都不会发生 只能怪我醒悟太晚 不是的 不是的 周妍 不是的 你听我说 菲菲 再见了 我们彻底结束了 我们彻底结束了 我要去找那个我真正爱的人 我相信 他一定会等我 他一定会等我 庄严 你不要走 我要走好不好 不要走 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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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庄严 谁啊 是 是五号 子珊 我有话对你说 来了 子珊 我 我 有什么话你说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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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 我 那你想好再说吧 不是 子珊 我 那个 我 子珊 你开门啊 我 我那个 子珊 大中午的 嚷嚷什么呢 人家都不愿意见你 你就别在这儿下那种时间了 赶紧走吧 我这还睡觉呢 对不起啊 我 不是故意的 我真对不起啊 子珊 我 我 我明天再来 那我先走了 什么笨蛋 你别在那儿安生叹气了 多大的事啊 你想想 谁受了委屈不得发个火啊 告诉你 这女孩子就得哄 一遍不行 两遍 两遍不行 三遍 对 是吧 不是 对什么对 赶紧干活去 你说时间早就过了 告诉你啊 干不完的话扣你工资 快去 这不能态度好点啊 蔡真妹妹是我错了 快去干活去吧 你那么可爱的话 工作一定认真努力 加油哦 你去最棒的嬷嬷打 这还差不多 这高手啊 高什么手高手 没听我说完吗 黄叶哥哥 大家已经准备好开会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上班的时候叫我余子 余子红女 余子 在家里这么叫 好奇怪 不是 严肃点 可以上班去 别低一点啊 开工了 好 各位 咱们第一次虚拟办公室会议现在开始 今天咱们讨论的是 北漂深厚网新推出的论坛收费置顶功能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 大家先看一下 通过这些大数据来看 咱们的竞争对手 在开发盈利模式方面 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这里有一张图片 前一段时间 大家的工作都非常地辛苦 也非常地努力 尤其是 张鸿他们组负责的 论坛置顶付费系统的上线 不但为公司增加了收入 更重要的是 让竞争对手一贯宣称的 我们只会抄袭的谎言 不攻自破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势头 给对手更大的压力 关于咱们和移动营营商 联合推出的异地亲情套餐活动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了 于总 我也没有 我们这次活动的名称叫做 帮咱看看咱爸咱妈 大家都知道 北漂是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 除了放长假 真的是很难有机会 能够回到家里去 所以我们这次活动的理念就是 招募那些出差 或者出门旅游的北漂们 让他们在出行的同时 帮助那些 家本身就在出行地的北漂们 回家看看 余总 北漂生活网那边 在跟咱们学怎么办 放心 这次活动时间很短 等他们反应过来 咱们已经结束了 可他们以后照办怎么办 这种事咱们谁也打不住 只有我们开动脑筋 想出更多 更好的办法才想 帮他们给父母烧点东西 或者是陪父母吃一顿饭 传递一种老无老 以吉人治老的社会正能量 下面活动的具体细节 就请杨总交代一下 给ご必正经 pike 吁总 我知道我这么做的确有点落井下士 可家里面实在是 家里面有点接受不了 是吧 您不知道我妈 从小就讨厌我玩电脑游戏 本来三半 dzgu还好点 这一在家办公 每天戴着个VR眼镜 我妈就总觉得我是博物正业 博物正业还能每个月发工资 我跟她也是这么说的 可我妈说 她说什么 我妈说 连办公室都租不起的公司 没有什么前途 别看现在发工资 准备定哪里就没了 这是你妈妈想说的 还是你想说的 我 大风 你也是公司老员工吗 你就真的对公司 对我 这么不信任吗 余总 我们和您不一样 您可能觉得眼前是小事一桩 停一停就过去了 可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一件大事 人生大事 现在公司就剩五个员工了 晚上还是不见喜色 听说连个广告客户都没有 就更别提什么其他收入了 到这种情况了 您还发我们工资 我们真的打心眼里赶进 可您还能挺多久啊 我们就是不会自己着想 也得为您着想 可大风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 就再坚持三个月 三个月就够了 我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余总 我 真没想到 大风那边已经止不下去了 不怪什么 说实话能挺到现在 我已经出乎预料了 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你发现了 这段时间 老大那边的活动 是一个解一个 而且都是原创的 之前网友们还吵叫他们是山寨货 和现在几乎没人这么说了 我觉得老大那边 好像跟他越来越顺手了 这次是我的错误 我千算万算 算到了飞飞骗你卖股份 是首叶之秋所使 我算到了李腾飞 对我的迷魂症 一定会持谨慎的态度 我算到了叶之秋 一定会在陈呼声面前 摆弄是非 把李腾飞对我的这种 谨慎态度拥有居成 我们俩之间勾结 我算到了陈呼声 会对我放出的种种迷雾 会对李腾飞产生怀疑 但我却没有算到 陈呼声这个老狐狸 这么狡诈 居然到了现在 还敢让李腾飞去干 对 要不然咱们 周远 再给我点时间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 对付他们 一定会 一定会 这个 给你 是什么样子 我跟小宇把车卖了 虽然钱不多 可能顶一阵 小宇怕你不肯收 所以托我一起给你 我以为你也要辞职 你上我一定 大宇 其实 我觉得小宇对你是 真的特别的 周远 你别说了 其实我心里痛快了 谢谢 谢谢 李森总 是我 大宇 好嘞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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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 马上到 好嘞 拜拜 怎么了 孙总女朋友过生日 让咱们俩过去喝两杯